对于因大流行病而失业的无症移民来说 盒子里的蔬菜粮食和肉类等 通常是他们在疫情危机时 能够获得健康食品的唯一机会 莫塞德大约20年前 从墨西哥来到加利福尼亚 但是他和他的丈夫都不具备在美国合法拘留的文件 在大流行病之前 他曾是街头小贩 但此后失去了工作 在过去的一年中 达米安·迪亚兹和奥顿·诺拉斯科 一直在帮助像莫塞德这样的人 两人于2020年3月成立了一个名为 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的非盈利性慈善组织 当时洛杉矶首次发布了新冠疫情封锁令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无症移民占所有餐厅工作人员的10%以上 许多人交纳所得税 但没有资格获得政府援助 迪亚兹认为这不公平 但其他人则认为 没有适当的证件 而在美国居住的人们 不应该享有与公民同等的福利 据估计有1100万人生活在美国没有合法身份 但其中许多人承担起了多数美国人不愿从事的工作 为了感谢志愿者莫塞德为他们带来了热腾腾的午餐 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这个组织 每月可以帮助大约7000人获得生活必需品 美国之音巴格达萨扬 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